1949年的冬日,一代收藏大家宫心招即将离世,迷流之际,他叫来儿子宫序人,交给了他一把钥匙。宫心招对儿子嘱咐道,柜子里的东西是传家之宝,谁都不准外卖,谁要是卖了,就是宫家的罪人,徒为宫心招,宫心招交代外后事后,很快就死去。 而他留下的两件传家之宝,则成为了众人瞩目的对象,那么,宫心招留下的宝物是什么呢?宫心招留下的两件宝物,一是楚国流传至今,的楚国纯金饼一百块,二是秦国商鞅变法时期定下的计量单位商鞅方生,徒为,要是,楚国金饼本身就是纯金宝物,加持有2000余年历史,其价值已经远超过了黄金本身, 而商鞅方生则是2300年前,商鞅变法留下的统一全国伎粮的标尺,其意义非凡,堪称国宝,徒为,商鞅方生,宫心招出身于安徽合肥四大豪门宫张礼段的宫家,宫家是合肥四大家族之首,比李洪张家还要豪气,其先祖是明朝大师人,文学家宫秉兹,其父是清末著名外交家宫兆院,曾在英国抓捕过孙中山, 差点终结了民国,徒为,楚国金饼,公家世代为官,家族基业后时,宫心招与哥哥宫心明都是清末高官,清朝灭亡之后,公家兄弟成为清朝遗老,于是将精力放在了收藏古丸字画上,徒为,哥哥宫心明,1930年代,宫心招的哥哥花了将近十根金条, 从古丸店买的一个战国时期的商鞅方生,商鞅方生是商鞅变法时期用来度量的计量器,类似于今天的粮杯,商鞅方生是秦朝变法自强的建政,是一件难得的秦代国宝,徒为,公心明的研究,公家得到商鞅方生后,专门为其修筑了一个小楼来放置此宝,此外还公家兄弟还写下了考证商鞅方生的各种研究资料, 公心明去世后,方生由公心招保管,1949年,公心招临死前才将商鞅、方生和一百块金饼,交给儿子公序人,要其永远传承下去,不得外卖、突围、传承人公序人夫妇,公序人得到商鞅方生和金饼后,无数文物贩子、古董商人,甚至不乏英、美、日等国商人前来求购宝物, 有些人甚至不惜开出十万美金的高价求购,但公序人都以宝物,已经卖到国外为由进行推托 徒为,美金,1960年代,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开始了,造反派闯入公家,抄走了五十块楚国金饼和商鞅方生,当时造反派并不知道商鞅方生到底为何物,还以为是烧火用的煤铲,方生藏在煤堆里, 于是,将其和一堆煤一起运走 徒为,公新招就招,公序人得知商鞅方生和金饼被抄走后,气得悲愤而死,其妻子住静一也不久后死去,运动结束后,商鞅方生被归还公家 此时,公家兄弟李雄、李涛等人经过商量,决定为被祖讯将方生和剩下的五十块金饼全数上交博物馆,让宝物归于国家,徒为,公新招收藏的关内侯金印 就这样,公家的传家宝商鞅方生、楚国金饼,还有六百多件印章文物,全数上交了上海博物馆 博物馆为公家的信保之举表示感谢,并给予了适当补偿 徒为,公新招收藏的田黄达摩像,如今,商鞅方生与楚国金饼,已经成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,两件宝物的价值已经超过十亿元,而要论其文化价值,则是无价之宝 由此,一段关于宝物的历史传奇终于落下帷幕,徒为,上海博物馆